中方也希望本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能真正聚焦合作 切实助推非洲发展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有关的报道纯属是无端的推测 中方一贯乐见非洲合作伙伴多元化 欢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伙伴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帮助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自主可持续发展 据我了解 中方已经查明这批物质完整的交易过程 并做了科学检验鉴定 我可以告诉你 运往墨西哥的这批货物不是芬太尼 也不是列管的芬太尼前提 这批物质是920袋氯化钙和11袋 四安本基安基派定 这些物质均属于用途广泛的化工原料 联合国没有列管 美国和中国也都没有列管 美国是全球化工大国 美国存在的芬太尼类物质滥用问题 应当从自身查找原因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转嫁问题根源归咎于他人的做法 不具建设性 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中方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深化合作 推进芬太尼类物质的国际共治 来共同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澳方的一些言论完全是颠倒黑白 而且自相矛盾 他们一方面口口声声说 尊重中国司法主权 不干涉中国的司法 另一方面却对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指手画脚 企图来指责施压 我想再次强调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 我奉劝澳方立即停止发表 没有根据不负责任的言论 停止炒作和施压 多做有利于中澳关系 和双方互信的事情 而不是相反 你提到这个人 伊林哈木 他因为犯分裂国家罪 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无期徒刑 他曾经作为大学教师 在课堂上公开地将制造爆恐案件的 极端恐怖分子成为英雄 还利用教师的身份 拉拢 诱惑 裹挟 一些人员出境参加东突势力的活动 是支持极端暴恐活动的分裂分子 有关机构打着所谓人权自由的幌子 为这样一个支持极端暴恐活动的分裂分子 来进行挑白 是对其犯罪活动的纵容和鼓励 也是对人权的亵渎和愚怒 我们敦促有关机构收回提名 停止支持分裂和暴恐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